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跟有光牧师在长洲聊得很晚 我给你机会 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 我给他机会说 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 问了很多问题 他就问了很多问题 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多领受 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 刚才他提到师母反对他做牧师 刚才他提到师母开始的时候反对他当牧师 应该反对的 应该反对的 因为太早做牧师 我看你更加艰难 因为太早的当牧师 我看你会更加的艰难 经过磨练之后再出来是好的 经过磨练以后再出来其实是好的 我师母都很早的时候都不希望我做牧师 我的师母在很早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当牧师 但我一直等 等到师母愿意了 我就一直等 等到师母愿意了 因为师母看我的生命 看我里面 他觉得到最后他觉得我 除了做牧师我才会开心 因为师母就看我的里面 看我的生命 到最后他也觉得 我除非当牧师 否则我不会开心 因为我都在各行各业里面不断地去找 因为我都在各行各业里面不停地找 他发觉这么多年来我心里面最渴望的都是做牧师 所以最后师母都愿意我去做牧师 所以最后师母也愿意让我去当牧师 去服侍神 去服侍神 但他说你去就行了 我不用了 他就说你去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了 但是我感谢神当01年回来香港的时候 可是我感谢神当01年我们回来香港的时候 师母就看着我跟我说 师母就看着我跟我说 我回到香港 我不再做职能治疗师了 他说我到香港以后 我就不再当职能治疗师了 我就是要做师母了 我就要做师母了 我要全时间全职的服侍 我要全时间全职的服侍 师母看着我生命改变慢慢 他自己的心也都改变 师母看见我的生命的改变 他慢慢他自己也改变 到今天他很开心做师母 到今天他很开心地当师母 并且一会他会讲课 而且他待会会要教课 真的我为他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来读以色拉记 我们来看以色拉记 第二章 第二章很长 第二章很长 但是其实很简单 但其实很简单 内容很简单 内容很简单 但是内容里面的人名 就是不容易 可是内容里面的人名不容易 有一些艰难 有一些艰难 以色拉记所记载归回的人 和尼希米所记载有些差异 在以色拉记里面所记载归回的人的人名 和尼希米所记载的有一些差异 有些是出入 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不是完全一样 不过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的重点 可是那个当然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章圣经 我们先来看这一章圣经 我给他的题目是归回的人 我给他的题目是归回的人 其实就是复兴的人 其实就是复兴的人 以色列他们被弩之后 犹大被弩之后有三波的归回 那犹大被弩以后有三波的归回 三波的归回是三次的复兴 三波的归回是三次的复兴 每一次的归回就是每一次的复兴 每一次的归回就是每一次的复兴 他们是指他们从被弩之地 是归回到耶路撒冷犹大 这是指他们从被弩之地 就归回到耶路撒冷犹大 是犹大的归回 这是犹大的归回 北国那么多支派其实都没有了 北国那么多支派其实都没有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哪去了 因为亚述的政策是 他们亡于亚述的 因为北国是亡于亚述帝国 那北国的政策其实是灭族政策来的 亚述帝国的政策其实是一个灭族的政策 要么就强迫这些人 要么就把他们全部杀光 当亚述是侵佔 是攻陷了这个 是 北国以色列的时候 当亚述帝国就攻打这个 北国 北国以色列王国 他们很多人被杀了 他们就很多人被杀 还有呢 是留下的 没有被杀的 他们都要强迫他们和异族去通婚 留下的没有被杀的 他也会强迫他们跟异族通婚 甚至是让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甚至把他们抓到不同的地方分散 和家庭和婚姻都不一样 家庭和婚姻都不一样 不是本族 所以他们这么多的支派就很难找回他们的记载 不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是剩下的 当然应该还是有一些是留下的 但是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归回 可是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归回了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三波的归回都是指犹大的归回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三波的归回都是指犹大的归回 是他们的复兴 这是他们的复兴 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三次的归回就是三次的复兴 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三次的归回就是三次的复兴 时间是在公元之前536年 时间是公元前536年 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来读二章第一第二节 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从前老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老到枝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他们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希米西内瓦尼来瓦末底改 彼伦王尼布加利沙从路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老到枝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希米西内瓦尼来瓦末底盖 彼山米斯巴比格瓦尼利宏巴拿回来的 有些名字我们熟悉 有些名字我们不熟悉 有些名字我们熟悉 有些名字我们不熟悉 这里其实是第二章的引言 这里其实是第二章的引言 就是这一批人是第一次的归回 这一批的人就是第一次的归回 第一节 第一节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老到枝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老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他们是从被老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他们是从被老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回这个字就是归回的意思 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归回 我们今年一月份读的讲道 我们讲归回2018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讲道 我们就提到归回2018 诗篇18篇 里面归回这个字出现了三次 里面归回这个字出现了三次 诗篇18篇我们想归回2018 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第一节 这个回耶路撒冷这个回字 所以诗篇18篇那里讲到的归回就是以色拉记第二章 第一节今天我们看到的他们回耶路撒冷的这个回字是同一个字 他的意思是turn back 他的意思就是turn back 就是从被老之地归回去 就是从被老之地归回去 其实归回就是福兴来的 其实归回就是福兴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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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犹大就是说 整个的以色列重新从被老之地 翻到他们以前的地方 也就是整个犹大他们从被老之地 他们回去他们以前的地方 这个是他们进入福兴里面 这个就是他们进入福兴里面 是回来的这些福兴的领袖有哪些人呢 那回来的这些福兴的领袖有些什么人呢 第一波带着所有归回的人 第一波带着所有归回的人 福兴的人 福兴的人 这些领袖在这里 名字在这里 这些领袖他们的名字就在这里 是所罗巴伯 是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 耶稣阿 尼希米 西来亚 尼来亚 没底改必生等等 就是所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希莱亚 利莱亚 莫迪盖等等 总共有十一个领袖 总共有十一个领袖 这里有十一个人名 有些我们熟悉 有些我们不熟悉 有些我们熟悉 有些我们不熟悉 所罗巴伯我们知道 所罗巴伯我们知道 就是犹大的省长 就是犹大的省长 他去到就为耶和华神建殿 他到那边就为耶和华神建殿 那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 同读第二章 读到所罗巴伯前面有切巴萨 所以我们读第一章和第二章 读到所罗巴伯前面 第一章的第八节 那里是讲犹大的首领切巴萨 讲了犹大的首领 摄巴萨 第二章就是所罗巴伯 第二章就讲了所罗巴伯 就没有提到摄巴萨 就没有提到摄巴萨 那究竟这个摄巴萨 它是犹大的首领 那到底这个 它是犹大的首领 又说它是犹大的省长 又说它是犹大的省长 有些地方说它是犹大的省长 在以色列祭里面 那究竟这个尔巴萨是哪一个呢 到底这个摄巴萨是谁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它其实就是所罗巴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它就是所罗巴伯 当时的犹大人 他们可能有两个名字 当时的犹大人 他们可能有两个名字 就好像以斯帖一样 它一个叫哈大沙 一个叫以斯帖 它一个名字叫哈大沙 一个名字叫以斯帖 其实一个就是波斯的名字 其实一个是波斯的名字 就是 等于我们今天呢 我又叫张一年 又叫Joshua 有两个名字 等于今天我又叫Joshua 又叫Joshua 有两个名字 又叫B仔又叫Peter 可能你也叫B仔 也叫Peter 就是 一个是波斯人叫他们的名字 就是一个波斯人称呼他们的名字 所以在皇帝所的 如果皇帝是 称呼这个犹大人的时候 他会叫他的波斯名字 不会叫他犹大名 所以皇帝称呼这个犹大人的时候 他不会叫他的犹大名字 只会叫他波斯的名字 就是官方的名字 他的official name 其实是 所以官方的名字 其实就是社巴赛 但是在以色列人自己里面 他就是所罗巴伯 可是在以色列人自己里面 他的名字就叫做所罗巴伯 这里第一章是皇帝亲自的下语 第一章是提到皇帝亲自的下语子 所以他的语子里面 是写他的名字 是赤巴赛 所以在语子里面写他的名字 是赤巴赛 所以圣经就保留 保留这里 所以圣经就保留他的名字 这是我的想法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去看的 当然也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所罗巴伯 有皇帝的恩宠 就是所罗巴伯 他有皇帝的恩宠 让他带着所有归回的人 一起回去 就是让他带着所有愿意归回的人 所以他的名字是第一的 所以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他是带着所有归回的人 他带着所有归回的人 在皇帝的允许之下 他回去 在皇帝的允许之下 在皇帝的祝福之下 他回去 在皇帝的祝福之下 他回去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这一群人在外国 在他们的地上已经很久了 离开犹大很久了 他们离开犹大 犹大在外国已经很久了 全部都生根了 全部都长根了 但现在是归回 可是现在归回 而且皇帝叫他们归回 而且是皇帝让他们归回的 如果 如果 譬如今天 打个比方 如果今天 今天我们叫所有我们的菲律宾姐姐都归回 我们今天叫所有的菲律宾姐姐都归回 你的家可以吗 你的家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 懂吗 很多东西都不行 很多公司可以吗 很多东西都不行 很多公司可能都会受影响 就是说 其实对波斯帝国本身的影响是大的 其实对波斯帝国本身的影响也是大的 而且这些人都是在波斯里面耐了 而且这些人在波斯里面很久了 他们对社会某个程度的投入 他们对社会有某程度的投入 突然间把他们抽离 是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看到那里有骆驼是多少匹 你看到那里有骆驼多少匹 骆驼435只 骆驼432只 马有736匹 雷子245匹 马有735匹 第67节 第67节 等等 路就6千多只 这些都是他们当地的生产工具 交通工具 这些都是当地的生产工具 交通工具 突然之间这些外资走光了 突然间这些外资全部走了 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少的 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小的 一只骆驼 当时是非常贵的 一只骆驼当时是非常贵的 等于起码一层楼这么贵 价值等于是一栋房子 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大的 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大的 所以他们能够从一个秘鲁之地归回 实在是一件大事 所以他们可以从一个秘鲁之地归回 实在是一个大事 而且他们去的是重新建立犹大 而且他们去的是要重新建立犹大 建立犹大国从前的情况 要重新建立犹大国从前的那个状况 他们是当时建立犹大散 在当时来说就是他们重新建立犹大散 那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很重要 那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很重要 他是犹大的首领 他是犹大的主长首领 再有耶稣亚 再下来是耶稣亚 耶稣亚其实是祭司 耶稣亚其实是大祭司 还有尼希米 这个尼希米也是一个领袖 这个尼希米也是一个领袖 那西莱雅也是祭司 西莱雅也是祭司 尼莱雅应该都是祭司 尼莱雅应该也是祭司 还有莫迪改 还有莫迪改 这个莫迪改究竟是谁呢 这个莫迪改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莫迪改呢 是不是我们熟悉的莫迪改呢 以诗贴记的那个莫迪改呢 大家怎么看呢 你觉得是那个莫迪改的你举举手 你觉得是那个莫迪改的你举举手 你觉得是那个莫迪改的请举手 以诗贴记的 你觉得不是的请你举举手 你觉得不是的请你举手 有些人就没有举手 保持中立 有些人不举手就保持中立 我今早特别去查这个莫迪改 究竟是不是以诗贴记的莫迪改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去查这个莫迪改 到底是不是以诗贴记里面的莫迪改 我的结果是查不到的 我的结果是查不到的 所有的诗经书 我有的诗经书都没有记载 所以我拥有的诗经书都没有记载 他们都在讨论所罗巴伯和摄巴萨 他们都在讨论所罗巴伯和摄巴萨 和耶稣亚 还有耶稣亚这两个人 没底改提都不提 那莫迪改就提也不提 所以我们很期待的答案是找不到 所以我们很期待的答案就找不到 那在找不到的情况之下 那我自己有我的想法 那在找不到的情况下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用我的想象 那就是用我的想象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那就是有想象空间 那我们就有想象空间 那我们可以想象 你想象出来 没有人敢说你错的 你想象出来没有人敢说你错 因为不知道对的是什么 真正考据的是什么 那真正考据的是什么 所以就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就可以想象 我想象象象 这个是回到犹大 莫迪改的莫迪改 这个莫迪改是领袖 就是在莫迪改的名字前 就是在莫迪改的名字前 就是在莫迪改的名字前面 就是在莫迪改的名字前面 还有一个拿哈玛利 拿哈玛利 在莫迪改的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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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名单 我的推断是比较准确 所以我推断就是 尼西米基的那个名单比较准确 因为十二就是政府的意思 因为十二是政府的意思 就是能力的意思 是能力的意思 所以十二个人归回 就是表示整个犹大的政权能够恢复 所以十二个人归回就是表示整个犹大的政权可以恢复 是表示神的国的重现 是表示神的国的重现 神的国度重新掌权 神的国度重新掌权 那个名单会比较准确 那个名单会比较准确 如果从那个名单来比较 如果从那个名单来比较 莫迪改就是第七 就是排第七 如果十一个人他就排第六 如果十一个人他就排第六 所以我觉得七有一个很好的数字 是不是属神的数字 七又是一个属神的数字 那我自己这样看 他在这个名单里面末底改 他其实是一个对犹大很有心 很想归回 很希望犹大能够重新复国的 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从这个名单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对神很有心 在犹大归回的复国 他是一个很有心的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相信他是 就是回到被鲁归回的这个目底改 应该真的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以斯帖纪的那个目底改 所以这个被鲁归回的这个目底改 应该很大可能 真的是以斯帖纪里面的目底改 因为以斯帖纪里面的那个目底改 他真的对自己的国家很有心 因为以斯帖纪里面的那个莫迪改 他真的是对自己的国家很有心 他是神所用的重用的人 保护以色列犹大的人 神所重用的保护以色列犹大的人 那为什么他 当皇帝要找美女的时候 他又会在书山城呢 为什么当皇帝要找美女的时候 他又在书山城呢 以斯帖纪里面的书山城中 有一个犹大人叫莫迪改 以斯帖纪里面的书山城中 有一个犹大人叫莫迪改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他归回了 他归回犹大 归回犹大 但是他的家人兄弟还在那边 可是他的家人兄弟还在那边 所以当他归回之后 所以当他归回以后 他努力去建殿 去建犹大国 他努力去建殿 建犹大国 但是犹大的圣殿 又没有这么快见到 又停了 可是犹大的圣殿 也没有那么快见到 而在这个时候 哈大沙就是在书山那边出生 所以这个时候哈大沙就是在书山城那边出生 那他又知道了 那他知道了 他又很想去见这个侄女 那他很想去看这个侄女 但是没多久他就听到 这个侄女的父母死了 可是过不久他就听见这个侄女的父母死了 你猜他会怎么样 你猜他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莫迪改 如果我是莫迪改呢 我都会回去 我也会回去 去照顾这个以斯帖哈大沙 照顾这个以斯帖哈大沙 是吗 是吗 就是我觉得 其实是那个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同一个 但你可以不相信的 没什么问题 当然你可以不相信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知道原来 那个以斯帖哈大沙是一个复兴的人 那你就知道 以斯帖哈大沙是一个复兴的人 他对复兴很有心 他对复兴很有心 对家庭很有心 对家庭很有心 对人很有情 对人很有情 对以斯帖哈很有心 对以斯帖哈很有心 以至他可以大大被神使用 所以他可以大大的被神使用 那我总的来说 第一第二节 就是讲那个 是复兴的领袖 总的来说第一第二节 就是讲到那个复兴的领袖 第三节 到第六十七节 三到六十七节 就是复兴的家族 就是讲到复兴的家族 那这里所讲的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 巴鲁的子孙 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士法提雅的子孙 三百七十二名 阿拉的子孙 七百七十五名等等 一路记载下去 去到第六十七节 连他们的产业都记载下去 到六十七节 就连他们的产业也记载了 就是这一批的人 这么多的家族 他们就返回耶路撒兰 这一批的人 这么多的家族 他们就回去 耶路撒兰就归回了 这些是复兴的家族 这些是复兴的家族 我看每一个家族的名字 那个家长的名字 都在那里 我看每一个复兴的家族 家长的名字都在那里 这里不是支派 大部分是犹大支派和祭司 再加其他守门、利提灵等等 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 还有祭司 再加上尼提尼恩 那些应该是犹大的家庭的名字 这些应该是犹大的家庭的名字 那些家长的名字 这些家长的名字 那这里就让我看到一件事 这里就让我看到一样事情 就是每一个的家长 就是每一个家长 就是我不敢叫他族长 我不敢叫他族长 因为其实大部分是犹大族 因为其实大部分是犹大族 就是犹大有很多的家庭 就是犹大里面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族系 很多的家系 就是那个决定回犹大 他们决定要回犹大 就是那个父亲是很重要的 但那个父亲是很重要的 他是影响了整个家庭 他是在影响整个家庭 他就是带着整个家庭 跟着所罗巴伯 还有这么多的领袖 就回去 他们现在就带着整个家庭 跟着所罗巴伯 还有这么多领袖 就一起回去 巴鲁 带着他的子孙 跟着所罗巴伯 约书亚 回去 巴鲁就带着他所有的子孙 跟着所罗巴伯 这么多个家庭 带着他们几百个子孙 几十个子孙 带着他们几百个子孙 几十个子孙 过千个子孙 甚至过千个子孙 然后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就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是整个家族的归回 这是整个家族的归回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还有他们归回之后 还有他们归回以后 他们能够在犹大国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他们可以在犹大国那里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和犹大 与神的工程是有关 跟神的工程是有关 他们不再在世界 在波斯那个地方 来找他们的生活 他们不在世界 在波斯那个地方找他们的生活 整个人生是完全改变的 整个人生是完全改变的 所以努力的东西是完全改变的 所以努力的东西也是完全改变的 那我们第六十八节到七十节 那我们六十八节到七十节呢 就是记载他们做什么 就记载他们做什么 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 就献上礼物了 为圣殿 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地方 就为神献上礼物 去重新建造圣殿 去重新建造圣殿 还有祭司的礼服 还有祭司的礼服 就是他们回去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们回去做一样的事情 第一样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要建造圣殿 就是要建造圣殿 他们献上礼物 献上金银 献上金银 甚至预备祭司的礼服 就是圣殿建好之后 祭司要穿的衣服 就是圣殿建好以后 祭司要穿的衣服 也就是他们回去做什么呢 他们回去做第一件事 就是建造圣殿 他们回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造圣殿 以及恢复祭司的公职 还有就是恢复祭司的公职 在他们的名单里面归回的人 在他们的名单中归回的人 有祭司耶稣亚家的家人 有祭司耶稣亚家的家人 第36节 第40节 还有利美人 第41节 有歌唱的 第42节 第41节 第42节 第43节 有尼提灵的 就是看守殿的 第43节 有尼提灵 就是看守殿的人 还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等等 还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等等 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就是他们回去要建好圣殿 然后在圣殿里面有服侍 这个才是他们的心 虽然建殿建了很多年 后来所罗巴伯才去完成 但是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心 他们很希望建殿 但是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心 他们很希望建殿 还有在圣殿里面服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犹大的复兴 最重要的 是领袖的和百姓的归回 就是领袖和百姓的归回 归回之后重建圣殿 归回之后重建圣殿 恢复祭司的服侍 恢复祭司的服侍 这个就是复兴 这个就是复兴 复兴就是归回建殿侍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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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归回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整个犹大的第一次复兴 这个就是整个犹大的第一次复兴 你会看到一个国家能够改变呢 你会看到一个国家可以改变呢 不是 回来之后第一件事要做的 不是说 收工路 不是说回来第一件事情 做的就是修工路 带房子 振兴经济 建造各样的东西 不是 圣经里面记载的复兴是什么 圣经里面记载的复兴是什么 就是建造圣殿 人的归回 建造圣殿其实就是复兴神 建造圣殿其实就是复兴神 所以原来呢 原来呢 我们能够是归回神的国 和这样复兴神呢 是最重要 原来我们能这样归回神的国 这样来复兴才是最重要 建造国防都不及这件事重要 建造国防也比不上这个重要 有神的同在呢 国家就会安全 国家就蒙福 国家就会改变 有神的同在 国家就安全 国家就恢复 就稳健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复兴是这样 圣经里面记载的复兴是这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呢 教会是很重要 所以我会觉得教会是很重要的 教会的服侍大家起来了 教会的服侍大家起来了 我们能够真的改变整个世界 我们可以真的改变整个世界 最后 我也都见很多青年在这里 我都问你一句话 最后我看到很多青年 我也问大家一句话 你在这个复兴的名单里面 找不到你自己的名字 你在这个复兴的名单里面 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名字 你是否复兴家族的一员 你是不是复兴家族的一员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看到是举举手 看到了请举手 Ruby 举手 Ruby 举手 OK 好 我邀请你们都举手 我邀请你们都举手 大家举举手 大家一起来举手 有你份的 是有你的 当然不是公元之前536年的那个 当然不是公元前536年的那一个 而是现在神在復兴香港 复兴中国复兴亚洲的名单上面 而是现在 神在复兴香港复兴中国复兴亚洲的名单里面 神将我猜了 神把我猜回来 将这个复兴的托付给我 把这个复兴的托付给我 我就只是带了一个董贴心回来 我只带了一个董贴心回来 但是我们今天长到这么大 可是我们今天长得这么大 是神用的方式 所以你在香港复兴的名单有份 所以你是在香港复兴的名单里面有份的 是吗 但是我们要继续建造教会 可是我们要继续建造教会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